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owards 这个字呢 有一个特殊的意思 比如双方在会谈 你对我讲 They are moving towards an agreement Towards 指出会谈的趋势 但是也都暗示 它们未必一定达到协议 现在讲一下pronunciation T要读to 是一个重读的方法 但是这个phrase 里面留意一下 The road to typo 这个to 这个字呢 要读个若音 读t to typo 这个phrase就不同了 The way to England 这个to 后面呢 是个ARU响音 它们读to 这个不是什么例子 只不过经过长年里 人人觉得这样舒服 就成为习惯了 这句字有两个读法 第一个就是towards 第二个就是towards 一个两个音节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音节 美国人就喜欢不用s包尾的 总之记住towards towards是一样的 WARD是字来的 做明治又可以 做动治又可以 但是今天不是真的讲这句字 讲的就是WARD 叫词尾 suffix 怎样 做词尾 WARD 多数读 ward 用个若音读 ward 像向前那样就用这句字 forward forward 留意第二个音节 ward 记得小时候看粗兵的时候 经常听到个领队大声叫 FORWARD MARCH 因此有个时期认为这句字读FORWARD 谁不知就错了 这句字一定要读FORWARD 粗兵的时候大声叫FORWARD 就是因为那个若音WARD 没法叫得出来 因此逼于要变了个音 为什么要讲这个读音问题呢 第一 香港有很多学生读错了这个字 第二 我们要分清楚 这个字和这个字的分别 向前就是FORWARD 前言一本书 一篇文章的前言引言 就用这个字读FORWARD 再比较向前 FORWARD 前言FORWARD 昨天我们讨论FORWARD 今天继续 FORWARD可以做动词 不过小心 语续中文是送 不过是转送 譬如你身边有一个住宅 可能仍然有信机来上一个住客 于是你做好心转送信给他 要FORWARD FORWARD 其实那个住客没走之前 应该留下一个FORWARD 方便人转送信给他 如果说直接寄信或者寄货 以摩登英语的标准来说 应该用SEND 不要用FORWARD 像这句这样 We shall forward the information to you 不如 We shall send the information to you FORWARD 可以做形容词的 用一个明星做例 一个明星 用本地现在轻的俗话 说 拨出位拨出老命 出脚头出风头 英语可以这样说 She's very forward 不是赞她 而是说 She's too confident 信心太过爆胖 She's too sure of herself 你知道我说什么的了 用WARD 做词尾的字 有些是形容词 有些是副词 就以这个字做例 backward 做形容词有两个意思 第一就是向后 有所谓 a backward glance 向后望 第二个意思就是 迟钝或者落后 a backward child a backward country 现在有些人认为 称呼别国做 backward country 落后国家 有insensitive之嫌 于是出现了 或远词 developing country 发展中国家 做负词 英国人 喜欢加个s 用backwards 美国人 就这样用回backwards 习惯于有三个 值得一记 backwards and forwards 前 后 来来去去 第二个 they bend over backwards to help us bend 就是bend they bend 他过去识 they bend over backwards to help us 他就揭尽所能 帮我们手 图好我们 第三个 he knows gone with the wind backwards gone with the wind 是名著 拍成电影 是乱世佳人 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很熟悉这本书 所谓 到一会儿都懂 表示向后的副词 英国人遵用backwards 美国人遵用backwards 一个有s 一个是没有s 不妨这样记 对英国人来说 向内inward 向外outward 这些是形容词来的 一变成副词 就要这样 inwards outwards 加个s 有所谓inward feeling 深藏的感觉 也有所谓outward appearances 外表 这两个词有些问题 可不可以 可以取消inward 和outward 不用说 感觉 当然在内外表 是外的 用了只有强调的作用 一栋门 向内开的 it opens inwards 向外开的 it opens outwards 记住 用inward outward 不用s 是一样对的 有很多wardward 声的词 即如 windward homeward upward wayward wayward 直接一讲 这个是贬词来的 专门形容一个难以教导行为 不羁的人 譬如老王有一个这样的坏的儿子 你可以说 he has a wayward son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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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